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后跑分析 我只跟大家讲 其实我最痛恨的就是马后跑分析 事实上我不下讲过N次以上了 对不对 我说我很不想要花很多时间跟你解盘 什么叫解盘 解盘今天为什么往上走 今天为什么往下走 我说真的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不对 事后论 事后诸葛 那个留给别人做 对不对 留给蔡总做 好不好 留给他们做就好了 很多人很会解盘 讲起来头头是道 但是他给你的资讯是有用的吗 没有 为什么今天要讲马后跑分析呢 因为等一下就可以用得到这句话了 今天很多人在讲某一档股票 绝对都是马后跑分析的 等下再给你报告 首先一开始 我还是提醒投资朋友 对不对 当然最近 订阅的人数变多了 观看这个我们影音的人数也变多了 不过还是再三的提醒大家 请你记得 有人问我说 他没有办法在YouTube上面订阅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可能自己没有注册 Google的账号 对 你可以去注册一个Google的账号 这不难啊 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对不对 用一个Google的账号 你就有办法去订阅 这个我的YouTube的频道 那订阅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你把怎么样 你把这个通知打开 对不对 我只要一上传影片 或一再直播的时候 对不对 一再直播的时候 马上你就知道 你马上就可以转频道来看 就像你打开电视一样 那你如果没有时间看 没有关系 因为我直播完 或者是我影片上传完之后 你随时都可以看 这是为什么 电视媒体被打得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因为 电视媒体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嘛 你说MOD有随选啊 那是MOD啊 好不好 那也不过是几台 那个NBA 你可以说我现在要看勇士 火箭对谁 我现在要看火箭对谁 昨天火箭对什么 火箭对这个爵士嘛 是不是 他说对爵士吧 对不对 哈登在那边 在那边假动作 假到最后 还走步 好像火箭对爵士啦 我忘记是对哪一对了 但是你要看我们的财经频道 你随时可以看 你可以及时的看 你也可以怎么样 有空再看 都可以 对不对 请你记得订阅 或者投资朋友 当然呢 另外一部分就在这里了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 股市第一线的Light 8 我前天拿到这个 这个单子啊 我看到 哇 其实三千多个 你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有六七百个都封锁我 随便你们 我没有意见啊 你封不封锁我 我不能阻止你 对不对 或许有人今天觉得很赌篮 为什么赌篮 我今天发了什么讯息 对不对 我今天发了什么讯息 我没有一个一个拿出来给你看 好不好 但我跟大家讲 这个真的是 没办法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 对不对 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今天告诉投资朋友 对不对 我告诉投资朋友 什么东西 今天第一个讯息是什么 美光嘛 这我不讲了 第二个告诉你什么 对不对 神盾嘛 对不对 我说怎么样 我不想多讲那一位 消息落后 我很多的吹牛大王小郭的事情 对不对 郭明奇 那有什么好讲的 那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啊 对不对 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讲 这个 气晶元 你自己要小心 我昨天就已经提醒了 合金已经率先发难了 虽然我不带你去空气晶元 但是我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尽量避开 好不好 你要真的把我的话听进去 救了你自己 好不好 然后最后怎么样 我给你提说什么 神盾涨停了 为什么 人家说是大摩调升目标价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为什么不说昨天 有一位分析师 不要说昨天我前天也是啊 还在讲神盾很好 投资朋友 我们没有套在高点耶 不瞒你说 上个礼拜五我跟大家讲了嘛 二亿股到二亿股 我今天我会人出一半 我存一半的持股 真的好的公司 对不对 你在怕什么怕 那你说真的好到什么程度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啦 我这样跟你讲好了 但是我所知道的东西 说真的 对不对 已经比你们其他人知道的 多了非常的多 我今天不多讲什么 请你记得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包括加入我们Lite 这个Lite GOOD 777 对不对 记得要加入这个东西 那今天我告诉 投资朋友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有跟大家讲 我知道有些人 资金量可能不够 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的看法 给你知道 我说我很看好什么 FOD 对不对 Finger Finger Printer On Display 好像这样写了吧 对不对 所谓的屏下指纹辨识 对不对 屏下指纹辨识 我才不管春能大碗讲什么 我说真的 你们都几岁了 你还相信吹牛大王的事情 但是我说真的 我心里对他是满怀感谢 为什么 要不是有这位吹牛大王 有很多事情 我们没办法出在高点 我们甚至没办法避开 吹牛大王今年的增绩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不是告诉你比特币要大跌 不是耶 他今年的增绩 他的神迹是什么 我讲过很多次了 7月31日 还是8月31日 我忘记了 在 GIS 200多元的时候 告诉你 GIS 是屏下指纹辨识的 最大受益者 现在剩不到一半的价钱 对不对 还不止这个神机 投资朋友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边念一念 我不想多讲那位消息 如果我很多的春牛大王小郭 写什么报告 对不对 我不想讲了 我讲过了嘛 对不对 市场传说他出报告的原因是想买 我不得而知 我昨天讲了嘛 不讲了嘛 股价一定会有公道 对不对 顺便一提 我们这两天有新持股进场 要赶上进度 请赶快一点 对不对 不要等到涨停了 涨停了或涨两三成才会能不能来 像长鱼客或神盾一样 你不要落后我太多 我不叫你追股票的 如果你很喜欢追股票 我会很建议你 我中心的推荐 对不对 某某头顾的 阮阿姨跟这个瑞宗哥 好不好 每天都在追啊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攻击他们 他们每天都买最强的股票 昨天一堆人跑去买一档股票 跟六四六二的什么 代码非常的相近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大家知道六四六二嘛 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六四二六 昨天一堆人买在天花板上面 我没有说他们 一堆人是这样做的 我没有意见 我喜欢买的股票是什么 我已经锁定好了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嘛 对不对 我本来锁定要买同心店 它涨太快 我不买了 给你买就好了 昨天投心进去买了 我说真的 这公司 我觉得公司是不错啦 真的公司不错 不过投心进去买了 那给他买就好啦 投心你看这些投心有多烂 说多烂就有多烂 你看清楚嘛 对不对 说多烂就有多烂 看到 老板升上股票 赶快砍砍了1447张 你是在干嘛 你是在帮陈太明 让陈太明 买到一个好价格吗 根本就黑白了 对不对 看到陈太明买了 赶快进去买回来 你操作个屁啊 上个礼拜五 如果有看 我们晚上的 9.15分直播节目的 你再去看 我怎么跟你讲的 我说同心店 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下来我要买 老板就是出钱的嘛 你不能够怪一个人 已经八十几岁了 你还叫他要贡献他的心力 你知道 你真的以为 董事长不用做事吗 董事长在董事会 每个月要开 那也很累 八十几岁 我也跟大家讲过嘛 这礼拜二早上 再也非常跟大家讲过 八十几岁 已经要怎么样 寒疑弄孙了 不要把自己抄到殷劳成疾啊 对不对 你看到最近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大感触 从严凯泰 你知道今天 最新的新闻是什么 董哥 对不对 不是三重那个董哥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董哦 也不是这个 宏家董不是哦 不是他们哦 不是他们对不对 不是 2303的那个董事长宏家董 不是 是陈董啊 最新消息是陈董中风啊 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陈董是我少数很佩服的 当过关的人 我今天才在跟我朋友讲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 他曾经当过交易所的董事长 当年啊 你知道吗 当年有分红 对不对 当年有分红 你Google这新闻有 不知道分红400还是500万还是600万 交易所董事长是一个很肥很肥的肥缺 虽然说一样是每个月大概二三十万的月薪 没错 但是呢 交易所有赚钱他会分红 要分很多的钱 陈董他拒绝分红 他说这些分给下属 对不对 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陈董这个人 是少数我认为当官的 诶 我们能够怎么样 帮他竖起一个大拇指的 不过话回来 回来之后 我们讲到这个 讲到是同心店董事长 对不对 昨天也是推举董事长什么等等 反正都弄完了 你看这些烂头信们 对不对 所单时卡位卡了一堆 3037 我们当初在买的时候 他们都不买 结果呢 追到最高点 这边我们已经没有 没有3037的新星的时候 他们开始砍了 随便你啦 好不好 你要继续做这种马后炮的事情 或者是马后炮的分析 或者是我都已经出完了 你还在买 你怪你自己衰 与我无关 好不好 与我无关 这今天 大魔出的报告 这个又是岩至天 丹尼有岩 岩至天 还有这个 这个曹查理嘛 我学弟曹查理嘛 对不对 这几个人 他又出了一个报告 他说 他看好神盾跟惠鼎 说真的 他们这几个的报告 我都不太看了 为什么 你看一看神盾就觉得很好笑 你知道神盾 他上一次的目标价是145元 Eco weight 对不对 就是怎么样 跟大盘持平 这一次调到什么 OW 对不对 优余大盘 调一倍的价格 上来变235 他们的报告线都这样出的 不是升高一倍价格 就降低一倍价格 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对不对 你真以为是因为 他这个报告把他拱上去吗 我倒不这么认为 你倒不如说 因为我李冠青很厉害 礼拜二的时候 拼了命在那边讲 从盘前在那边骂小郭 到12点50分 凯明又问一次神盾 我又再吐槽一次小郭 你说小郭该不该骂 对不对 不是我学弟郭泽荣 是那个郭敏奇 不要搞错 你说小郭该不该骂 今天我朋友跟我讲 他是不是意图影响股价 当然是啊 不过我说真的 一位分析师能够做到那个样子 赚翻了你知道吗 出个报告 大家进去拱 拱完挂掉 出个报告说往下操作 他就打到跌停板 我告诉你 这不是市场第一 也是市场第二名了 我们跟他真的是不能比 我们渺小到什么样 对不对 渺小到像蚂蚁一样 不过可怜 我们这样一打被人家打死 对不对 很隆喜 对不对 那这是大摩的报告 他认为啊 乐观他看到多少 310 背观看到100 黑白乎下 黑白乎下 好不好 乐观67% 背观46% 对不对 -46% 乐观是正67% 好不好 他这样写的 然后怎么样 做一个平衡的是多少 正235是正26% 对不对 炎智天还有曹擦里他们写出来的 这不是我写的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我有跟大家讲了 市场真的很愿意买到一小锅 我刚跟你举例了 今年的神机 包括了 GIS之外 还有一个神机在这里 投资朋友 这是今年的8月21日 对不对 他说他向重了连德 而且他向重什么 可乘跟连德 他说呢 可乘跟连德 连德的这家公司啊 对不对 他说连德 位居机壳大厂可乘的主要供应商 今年再多红准跟JBL的订单 收益程度最大 给你按个赞 投资朋友 有多赞呢 投资朋友 来 他有提出四大理由 把它念完好了 好不好 我没有意见啦 连德是某个 某个受险的投信董事长 一直在推荐的股票 我不能把名字讲出来 对不对 我把名字讲出来 他说呢 因为看好6.1寸的LCD版iPhone 是今年出货动能最佳时机 卖不好 对不对 没办法 金属基格大厂呢 可乘呢 负责此机种的 即可开发 占6到7成工艺品种 几乎是合数的主要供应商 卖不好嘛 对不对 然后也是孔海第二大供应商 然后连德控股呢 因为具备成本跟技术优势 下半年将取代HIP 成为可乘的主要支撑板供应商 苹果为了降低成本跟供应风险 连德控股可能在明年为 红准跟JBL新款的iPhone支撑板 第二供应商 对不对 连德呢 成为支撑板呢 以及其他充压件的供应商 在每支新款的iPhone充压件 总价从去年1.8到1.2美元 增为今年2到3美元 你看看好的时候 大家有涨价 看不好要直接跟你写说 剩下2美元 支撑板的毛利率高于连德控股 平均毛利率 故有利于获利 投资朋友 请你看一看好了 我们不要看可乘了 反正可乘他已经把它挂了 对不对 我们感谢他 可乘还赚不少 出了也赚 空了也赚 不管了 空我懒得跟你强调 请你看一看连德 投资朋友 连德他出报告那天 股价是217人 现在股价多少 投资朋友 我印的说是155 对不对 我印的说是155 今天股价回来收多少 收153 这种分析真的是不用看了 我跟他讲 最近他的分析最离谱是这个 好不好 要华 投资朋友 连出两篇报告把要华赶到最高点 赶到16.95 然后呢 死了 就死了嘛 还有什么好问的 对不对 什么苹果最准分析师 我觉得我不想多骂他 今天一堆人学我在骂他 好OK啦 跟你骂好了 好不好我不管 对不对 回到我们要跟你谈的主题 投资朋友 没有 国际股市有多么凶险 但是我今天 在最后一通 抗讯告诉我的会员 很多人在担心 晚上的联准会 到底升息与否 我倒认为不用担心了 我倒希望他真的升息 升息绝对利空出尽 你放心好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 开始看到 先前 我看到而你没看到的东西了 投资朋友 昨天是因为什么 油价重挫 对不对 昨天呢是因为什么 WTID要46美元 我们等下来看一看 我们给你准备的东西 好不好 对不对 华尔街最正门交易 不是尖压股是什么 是公债啊 好好笑 对不对 然后呢我要看的是这一个 不过我没有把新闻列出来 下跌到今年新低点之后 克雷莫说 美国股市已经超卖了 我比较偏向于这个部分的想法 我希望今天真的升息 对不对 我希望升息 我觉得降息反而不是好事 降息反而是承认了 美国经济步入衰退 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包括MICRON 我不讲了 MICRON下修展望 简单之初 其实我们早就跟大家讲过 不要再去碰那些半导体的股票 是你要去碰的啊 谁叫你去买 南亚科 谁叫你去买环球晶 谁叫你去买合金 那是你要去碰的 对不对 MICRON昨天的一个盘后 跌了百分之九左右 这我们不多讲 这给你看就好 这我不多讲了 半导体叫矽晶元 我讲了一百次了 我们回头跟你讲 我要跟你讲的东西 Sammy 我昨天讲过了嘛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今天几月几日 今天十二月十九日 这是两个礼拜前的文章啊 本人写的啊 对不对 说真的 周报这种东西 有些人可能是抄抄报纸 抄抄新闻就算了 我们都很认真写 对我希望你能从周报里面 得到一些什么 两个礼拜前十二月七日 十二月七日是哪一天 我看十二月七日 这应该是礼拜 礼拜六上午上传的吧 十二月七日 礼拜五 礼拜五下午就上传了 礼拜五下午就上传了 礼拜四晚上写了 对不对 我说两周前的顶尖对谈 讨论啊 统一FANG加 FANG正的ETF啊 对不对 00757 12月6日正式挂牌上市 00757 对不对 投资朋友这一支 我说你千万不要买 对我已经讲过了嘛 你说我买有赚耶 投资朋友是有赚吗 又回来了 对不对 每天成交量也没有几张 今天成交八十张而已 当时呢出了一个东西 出了一个东西 说什么他们认为会大反弹 也会反弹啊 可是我真的 你要操支在别人身上干嘛 无耻必要 对不对 这上面是 这个叙述我们认识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对不对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说事实上 尖牙股今年十一月 出现全面性空头走势 下跌超过两成 的确会有反弹的机会 最近苹果不太跌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说最后跌的苹果 像拉肚子一样狂胁不止 你看 最近苹果不太跌了 最近科技股不太跌了 结果开始跌什么 你知道特斯拉 连续三天跌了百分之十吗 轮流跌啊 然后呢 每年要靠苹果 来救了台股奄奄一息 然后我提到一个重点 我说原油的价格 说真的 你不要保持太乐观 虽然说今天 靠原油为原料的 4766的南保 我们会员持股 今天尾盘拉尾盘 没有错啊 原油跌成这样子 南保获利一定很好的嘛 想也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历史不断重演 油价是很神奇的指标 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油价动涨 每次所带来都是大灾难啊 对不对 多半都是因为有人认为 景气准备反转向下 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2008年的油价是一路大涨 在7月11日 来到每桶147美元 这真的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历史新高 但应该是近几年新高了 油价呢 在2008年到达顶峰之前 OPEC的一个什么 当时秘书长 这个应该是阿拉伯人吧 他警告说 高油价对OPEC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高油价呢 有机会导致需求量的快速下滑 结果不幸严重 谁都没想到 最后一根稻草 是中国在6月19日的时候 他提高国内成品油的价格 整个需求就会在霹哩啪摔下去了 对不对 年底油价炭40美元 这些旧历史你大家都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一清二楚 你Google就有了 我没有乱写 对不对 今年10月3日 希德州原油最高来到每桶76.88美元 布兰特原油期货来到86.71 大家记不记得 我有说保华这一次 是保华吗 原料保华 他写对了 他认为75以上上不去了 对不对 结果呢 两个月之后 写的时候是12月7日 对不对 希德州原油 剩下50.47美元 布兰特原油剩下58.71美元 对不对 那今年油价大跌 很多人不同解释 有人说川普要压油价 有人说什么什么 有人增产 我告诉你都不是 都不是 我告诉你剩下50美元以下的时候 页岩油会生产吗 就跟挖矿一样 对不对 现在比特币3000块 我请问你 到底是挖大便 还是挖矿比较快 当然是挖大便比较快 对不对 连电都不敢插 我跟你讲 那些矿机都卖不出去了 比特大陆 对不对 快变比特台湾了 大陆那么大 台湾那么小 之前不是屁了半天 对不对 所以那些跟比特大陆有关的公司 我告诉你说真的 请大家避开 我不多讲了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内容不讲 他说我说这个 跌成这个样子 绝对是跟什么 跟经济有关 那此时操作策略 这高盛早已率先提出现金为王 或买进防御型持股 小摩也加入持有美元现金的行列 对不对 保守投资人应该紧急下滑的时候 至少怎么样 就是这样做 然后至少能保住本金 但对抗不了蓬蓬 那我告诉你 积极性的投资人 朋友就是我们 我们怎么积极法 利用市场失衡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嘛 市场失衡的时候 所谓的市场失灵 对不对 market failure 对不对 这东西市场失灵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有很多便宜货可以减 对不对 一定有很多便宜货可以减 10块钱的 金箱店不是这样来的吗 对不对 17块 17块 10块 你互买你也贏 然后呢 我说怎么样 公司股价地域价值的时候 分批进场 买进并持有 白眼后的 这我跟大家讲的东西 投资朋友 跟我讲完之后 西德州原油 昨天的收盘价 对不对 46.6 布兰特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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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1 你看到我们讲的时候是多少 50.47 58.41 对不对 都全部破底了 大家开始在担心 是不是景气要大衰退了 我说真的 当我乌鸦嘴 好不好 我以前在讲1262的绿月的时候 人家说我乌鸦嘴 亂不说 对不对 亂不亂不说 1340的盛月 我也都没有亂不说 我告诉你 我讲不好的特别准 大家都很清楚 对不对 这些都很清楚 你看到现在又破底了 这昨天的收盘价 这是财经店平方 这个 这个 这个网站蛮好用的 包括GoodInfo 都是我常在用的网站 然后我只要跟你讲什么 投信大买航空股 赌的是原油下跌 获利成长 但我这种别想太多了 你要赌原油下跌 你还不如去买南保 为什么 南保做的是素质啊 对不对 用运动鞋 用建材的黏合什么 一大堆都有 对不对 这种东西 人的基础需求 是不会少的 但是我请问你 如果当你的口袋 比较薄的时候 比较没钱的时候 有飞机 跟有船可以坐 你要坐飞机吗 甚至呢 我听说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不要说我知道怎么样 有些外商公司在台湾 现在呢 已经下了指导期了 希望高阶的员工 尽量减少蔬菜 开会尽量用视讯会议 我不能讲是哪一家 因为那家很大间很大间 还跟5G有关的 不是台湾 不是台湾的公司 还跟5G有关 尽量用视讯 开会 对不对 没有必要 不要乱飞来台湾 或乱飞到北京去 千万不要 投资朋友 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 那我请问你 那航空你要怎么办 没有错 现在看起来 有油价下跌的 因素影响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这些航空股都这样子 他们油价是 一路的动态避险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避到最高点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避到最高点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 景气一旦衰退 航空股是无可避免 可是相对而言 投资朋友 这种比较属于基础需求的 它比较能够 抵抗景气衰退 对不对 它今年上半年 因为啊 这个原油价格很好 使得它的获利 说真的是比较差一点 不瞒你说 今年上半年 这获利比较差一点嘛 第一季还0.94 原油价格太好了 对不对 第三季 怎么样 价格也很好 所以呢也是1.6而已 可是第四季 价格不好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 原油价格不好了 但是怎么样 已经成功的跟厂商把价格调上来 所以呢 第四季的获利 理论上 是比第三季好很多啦 就这样跟大家讲 这就是我们说的 比较传统的好公司 对不对 景气一旦衰退 你就不要去管那些什么 你看今天大家都买了一大堆 一大堆的这个什么 滑航一大堆航空航 你去买就好了 好不好 对不对 这种东西给你买 我不看了它们成长性 至于还有什么可以成长的 我想这东西我不讲了 对不对 成长了我们这边另外一边讲过了 对不对 旁边这个 这边你看到这个 这些 拜托各位投资朋友 尽量少碰好不好 尽量少碰 今天工具机开始崩跌了 我说真的 我不知道它在涨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它在涨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对不对 上营 我也不知道它在涨什么 值得 同志朋友 我也不知道它在涨什么 好不好 4540的全球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只告诉你 我前几天才在那边跟大家讲了 机械业大佬出来讲 至少明年下半年才会好 跟我的看法 相去不远 我告诉你 卓永财做了那么多年 这种工具机 他最清楚了 他为什么在今年年中 开始忽然告诉你 我要收定金 他知道景气往下走了 只是他可能不愿意 明着跟你讲 到了单值接补好才跟你讲 对不对 单值接补好了 这个月 上个月单值升多少 23亿嘛 对不对 没跟你乱讲嘛 没跟你乱扯啊 上半年赚多少有什么用 其实你 我如果没有记错 我真的没有看过 我真的没有看过上营呢 前三季就赚多少 就赚15块的 我真的没有看过 结果没想到 你因为看到前三季赚15块 你充进去买 完蛋了 完蛋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 这些我都跟你讲过的东西 投资朋友 智慧手机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要不是 要不是 要不是公司 投资朋友 要不是公司本益比很低 我超想去 建议会员放空台 台峻 不算了啦 好不好 空了部分你继续处理就好了 对不对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好的公司 对不对 5G车用 FOD ABF 投资朋友 今天我们一样 也是切入了 mini LED的股票 我说真的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投资朋友 这些 废话不跟你多讲 这都跟你讲在前面了 都不是马后炮 每股一定比台股弱 每股就按跌 台股说不定还会涨 都给你看到了 平概股不用再期待 都给你看到 对不对 明年成堂产业 5G车用 我说现在车用 我转到电池 Dendium 对不对 长元科 还有我们即将要布局的股票 电池股 mini LED FOD等等 那我跟大家讲 极其高的 涨价族群 对不对 被动细晶圆Mospit 顶多区间操作 不过跟大家讲好消息 我可能准备要开始买被动元件了 因为它修正的比较快 那先跟大家报告就好了 我们不多讲什么 最后一点 投资朋友 还是跟大家再三提醒 年终奖金 自己赚 好不好 你现在有机会 没有跟我们一起同时间进场 去布局明年的主流 全新的布局 不是买一些旧股票 旧股票 对不对 涨上去了 我从来没有叫你去追那些股票 我有叫你去追过金像店吗 我有叫你去追过星星吗 都没有 那都是投信追的 这些投信都是笨嘛 谁叫他不参加我会员 赚的都比你们还多 对不对 明年的主流 全新的布局 先买先赢 希望同学们 赶快把我的机会 年终奖金靠自己来赚 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by bwd6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thicker spinner 不吝点赞 好